民進黨提名立委參選人李正若 今天上午由立委投身體 以及都委呈議員東共執政官北斗 政黨自己次選委會定期參選 一般外媒鄉親交通立廳 期待李正若 身為國會心外立 為國會組織行為 民進黨改期立委參選人李正若 日後上午第三次大型小數人口開樓 由立委投身體 以及很多委呈議員李正為國會 到該中的選議會完成參選定期 李正若特別帶來一部瀏覽的小數目 最初大小小小、手工 包辦監力選議 他說每一家小小小的配合 都有一個故事 一直跟提示 不能夠付鄉親的嫁人 同時他也會到這處參選的兩大政見 sky選若排到貝妙鄉親 臺灣人民的期待 一定要在這邊的選舉 真正打拼 為了我們台灣人民 為了我們自己的鄉親 來努力來打拚 這樣好不好 好 現在要向大家報告 我們這次努力的目標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政府應該要讓人民生活可以安以落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個社會 一定要有公平正義 這就是現在這邊要打這個黨派 要來打拚主要的理由 李專業完成定期後 驚出選議會 感謝一直以來 支持他的名將 還有地下理長 含著這隻亞東東大法動作為大家 最後李專業公開搖車對手 共民黨立委同意 來進行辯論 行政局期日期無限 對於社會公平正義 向他未來發展 提出各自衛主張 讓他自民來檢驗 先新聞長 臉書 蔡鳳報道